第38題 一般學校教室所使用的日光燈管電功率為40W 若一間教室有15支燈管 請問全部電燈打開連續使用兩小時 需耗掉多少度的電能 我們曉得電能度的意思指的是1000W小時 也就是1000W連續使用一個鐘頭 叫做耗電量一度電 一度電的電能 那麼現在我們一個日光燈管是40W 我們有15支燈管 所以就有600W 600W就是0.6000W 所以就表示說 我們如果全部的日光燈管都打開 那麼他連續使用一個鐘頭 就是0.6度電 現在我們使用了兩個鐘頭 就是1.2度電 所以第38題問我們說 全部電燈打開連續使用兩小時 需耗掉多少度的電能 我們答案選B 1.2 1.2